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腊炒海葵的教程 这个今天就剩了七个海葵 也不够发的 然后今天就把它炒来吃 首先用剪刀把海葵剪开 咱们看看海葵的里面 里面的组织 看看它会吃一些海里面的生物 剪刀给它剪成个两三半 然后洗干净 剪好的海葵 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 加入一勺白糖炒化 加入一小勺韩式辣酱 给它炒匀 加入洗干净的海葵翻炒 翻炒均匀 倒入料酒 生抽 少许香醋 倒入几滴清水 烧个三四分钟 倒入青红椒 喜欢吃辣就可以多放一点 翻炒均匀 最后放入少许盐 收干汤汁就可出锅了 一盘腊炒海葵就做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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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盘腊炒海葵就做好了